早上好中国,现在我有冰淇淋,我很喜欢冰淇淋,但是最终的请求,我最喜欢,因为非常好电影,冰淇淋,再见。 这下子真的是不妙了,而根据宜兰县的地检署表示,这一次调查是和罗东的土地, 开发弊案有关,而建设处代理处长吴朝琴和农务科长吴东元,由于嫌疑重大,已经被羁押禁荐,妙妙姐虽然也被列为被告,但是由于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因此询问之后,吴宝请回,究竟妙县长能否继续延续她妙不可言的政治生涯,还有待调查结果出炉。 而同样面临不妙处境的还有我国的知名歌手王力宏先生,在惊天动地的雷神索尔第一季当中, 王力宏可说是被雷神之锤锤到面目全非,但是剧情还没有结束,本月11号深夜,雷神索尔第二季正式上线。 根据李静磊IG上的发文指出,王力宏日前回到她的吴江Condo,要见李静磊和她的孩子们一面,但是却带了三个工作人员同行。 王力宏甚至想要强行开门,导致孩子们受到惊吓,最后这场会面也宣告破局。 毕竟在电影里头,反派都要集合好几个人,才有办法跟主角一决胜负。 也难怪王力宏要去找帮手,不过对于雷神这种家里被入侵的体验,本人一样是能够感同身受, 因为也有人闯进了我的Condo,而且这个犯人居然就是你们所熟悉的,也就是我的同事眼肉牙。 不晓得这家伙到底在打算在我的Condo里头捣什么乱。 幸好已经有专业人员将真相给调查清楚,观众朋友可以点击我们画面右上角的资讯卡, 由官媒茶水表带您一探究竟。 不过这王力宏不只找朋友入侵Condo,还找了他的粉丝。 有PTT的网友发现,好几片替王力宏护航的文章底下的IP位置居然是来自土耳其和罗马尼亚。 毕竟我们这个Home Home是国际巨星,在世界各地都有大成小爱的粉丝,也是很正常的。 更何况发文支持王力宏也很符合经济学,因为我们的Home Home会付薪水。 本人13号,雷神又贴出了好几张王力宏在大陆伦县区网站上买粉丝、买赞、买评论的账单。 里头就列出在美国打疫苗照片,加上王爸爸写的诗,两篇IG的点赞,总共1260元灾民币等细节。 这消息一处引起外界哗然,原来这么便宜啊。 而且这个Home Home还有花钱买网军充人气,不像其他普通艺人只会靠自己的努力和表现来获取免费的粉丝。 Home Home这种使用者付费的精神真是值得鼓励。 可惜有人买得起网军,有人却只能够用偷的。 日前在立委林长佐罢免案投票之前,PTT上投一篇攻击林长佐的文章,突然洗了好几篇的空白回文,被质疑是网军带风向时设定错误。 而有一位观众在看到上一节的央视一分钟报道之后,才惊觉自己男朋友的账号也被偷去当网军。 今天独家接受我们的采访现身说法。 就刚好我眼球讲到那一段说有一堆账号,然后什么突然丢出来,然后我就仔细看到奇怪为什么会有很熟悉的账号名字。 对,然后仔细看发现那是我的账号,然后我就赶快登进去我的MOPTT里面看,然后就发现我被水痛。 然后仔细看才发现他是发了那个罢免林长佐那个文章。 再去查说PTT被盗怎么办,就看到大家说要报警,那我们就参考了湘民的做法去报警。 请求就是当初发文的是他们帮忙澄清,就是其实有好几个人都不相信,因为他觉得说,嗯,因为可能之前我有提到蔡逸宇立委有说什么,他那边也有人说他被盗,然后他们觉得说,怎么可能同时那么多人被盗,然后都发同一篇文,他们不相信。 可是我们就是站出来说,我们就是被盗,我们不想要被贴上王军的标签。 我们只是想说,我们不是王军。 就如同这两位民众的状况,假如盗你账号的人没有刻意改密码,恐怕很多人也不会察觉自己的账号被盗用了。 各位观众朋友不妨现在就动手Google一下自己的ID,说不定会发现有人正神不知鬼不觉地帮你发文呢。 除了PDT上面有鬼,鬼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无所不在。 宣布参加民进党屏东县长初选的立委庄瑞雄,就提醒初选的对手周春敏,不要跟魔鬼靠太近。 跟地方派系,尤其是国民党的地方派系的结合,那其实是屏东民主支持,党内竞争的同志,可以接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拒绝跟魔鬼共舞。 虽然庄瑞雄是出于一片好意才提醒周春敏要慎选跳舞的对象,但是这个建议呢,却让也常和周春敏一起跳舞的地方议员,十分不满。 面对地方议员要求道歉的声音,张瑞雄丝毫没有动摇,直接在受访的时候播放屏东县国语党籍议长支持周春敏的录音,大力反击。 这个所谓的魔鬼,是在讲中国国民党的地方势力的一个介入。 周春敏毕毁的是代表民主共舞,我跟小南共,这个基地务,我相信,就跟国民主网出国民主委员。 该道歉的是引清兵入关,引进国民党地方势力来介入这场初选的人。 怎么可以说被国语党议长支持就是跟魔鬼共舞呢?难道国语党要改名叫做魔鬼党吗? 韩总基难道是大魔王吗?而且从这个录音里头可以听得出来,周议长只是大胆预测一下绝对没有利益交换的疑虑。 看完了民进党党内的互助互爱,接下来看看的是国与党的互相提醒。 在公投补选和罢免连续失利之后,国与党的前党主席祝祝姐也忍不住对国与党目前的走向提出简言。 俗话说良药苦口,祝祝姐这些话说的特别重,但也是为了国与党好。 国与党就应该要回头拥抱九二共识,回头拥抱中华民国统一中国的思想,还有对岸的大陆灾包才有未来。 虽然朱祝姐说的很有道理,但是韩总基却看到了更多人看不到的远方。 本月二号,韩总基在脸书上发文写道, 莫散了团体,羞灰了志气,路是对的,就不怕路远。 韩总基果然是韩总基总是能够讲出如此振奋人心的口号。 虽然路是对的,但是韩总基没有说出口的是,驾驶错了。 要带领国与党重返荣耀,还是得找回国与党老司机,也就是韩总基。 用他闪闪发光的头脑照亮大家前进的路。 同样和国与党一样,不小心踏上歪路的还有接受赤匪邀约去当红歌星录制统战歌曲的当红歌星肖敬腾。 本月初,这首我们同唱一首歌MV正式上架,一起来听听看。 这个方言啊,谁在是让人听了别扭。 恐怕只能够拿来偏偏听不懂台语的小伙伴。 不过赤匪的官员和匪央央视的主播却十分引以为傲,在各种场合重复炫耀。 实际上是送给两岸同胞的一个新年礼物,充分展示了台湾同胞私乡叛团员,两岸同胞血浓以水的骨肉亲情。 台湾同胞堂堂正正的表达对祖国的感情。 没有错,两岸同胞的确是被这首歌激起强烈的情感感到强烈的恶心。 真正该被歌颂的祖国是中华民国,绝非赤匪的山寨政权。 同样让在帮们感到非常愤怒的还有战术模拟游戏Ready or not 严正以待。 这款游戏被网友发现在游戏的档案当中,居然藏有代号冰淇淋的语音档。 早上好中国,现在我有冰淇淋,我很期望冰淇淋,但是速度有机成就,比冰淇淋速度有机成就,我最希望。 所以现在是因为时间,准备。 1,2,3,两个礼拜以后,速度有机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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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好,差不多一样,冰淇淋再见。 虽然赵喜娜当初录制这段影片是在跟大陆灾包示好,但是因为赵喜娜在完命关头9的宣传期称呼台湾是国家而被迫道歉,使得这段冰淇淋的影片成为国外消民讽刺沦陷区灾包的入化迷因。 发现游戏暗藏这段迷因的沦陷区网友当然也十分的生气,纷纷到蒸汽平台留下负评。 他们说,夹杂私货是吧?冰,你妈,麒麟,冰淇淋,制作组的人怎么不去死啊? 开发游戏就好好的开发,别老是想着塞你那点私货,恶心谁呢? 游戏开发商真的太过分了,公然宣传这种冰淇淋的名音,要是被小心眼的赤匪知道,万一下令查禁冰淇淋,那么灾包以后不就没有冰淇淋可以吃了吗? 但是说到这个冰淇淋,最近几天的气温也是把民众给冻成了一支支的冰棒,而且据说最近的天气居然也跟王力宏,Home Home有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马上把时间交给气象铁金刚,智慧王。 好的,谢谢视网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气象铁金刚智慧王,让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两三天的气象。 那这几天各位观众朋友应该都可以强烈的感觉到气温是直直的下滑,因为受到了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导致这两三天的气温是偏低的。 但是到了周末,大陆冷气团或许会减弱,白天的气温渴望可以稍微的回升。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卫星云图,这个云层分布。 哎呀导播,这是地图耶,不妙耶。 这张没有云要怎么报? 真的不妙哦。 但反正这几天就是不会有台风,不用太担心啦。 不过有件事情真的是大事不妙,还是需要各位观众朋友特别的注意,就是未来的这几天啊,大概在晚间12点到3点的时候,天气现象会剧烈的变化。 岛内的观众朋友可能可以听到《雷声大作》,也是相当的不妙啊。 这种雷声非常的特别,听起来就像有三个人在外面跟你要孩子,嘴边还唱《盖世英雄到来》。 这让你的冬天是更加的心寒。 那这么冷的冬天,大家出门还是记得要戴口罩。 除了防止疫情扩散以外,还可以稍微的保暖。 那也要提醒长辈,千万没事啊,不要出门,可以躲在家里,等待第三季的到来。 最近大家都在敲碗,第三季什么时候可以追加,真的是迟迟等不到。 华登初上的第三季到底在哪里,再不出来,过年就要跟亲戚朋友无聊尴尬了。 这个时候就没有事情可以做,真的是非常的不妙啊。 我是西洋铁金刚,我们把镜头交还给棚内。 非常谢谢智慧王的精准分析,所以第三季到底什么时候会上演,大家都引谨期盼。 虽然天气冷嗖嗖,但是官媒新春福袋的买气却是热腾腾。 在这里要告诉各位观众朋友,柚子款的福袋已经剩下倒数十组,即将销售一空。 言论自由的福袋也是所剩不多,想要购买的中华好儿女,赶快手脚快点, 赶快点入我们影片下方资讯栏的福利社连结抢购,以免过年回家两手空空就大事不妙了。 柚子只剩十款,大家注意点。 也欢迎点击最新一集的官媒查水表,观赏你绝对没有看过的眼肉牙,在片尾都会有连结。 好的,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样,各多新闻您还可以订阅央视的YouTube频道, 或者追踪央视的IG帐号,或者加入本台的YouTube会员一起来壮大官媒。 露订阅露,追踪的观众朋友就会有人买气球到你家门口,要求你开门。 我们再会。 26175 evident大家可以摇弹,算我。 620 到你家K就是我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